生笑容,往往,最是说话的水平,暴露你人生的高度,最是带人见五的态度,呈现你修得的素质汗养,修以目中无人当个性,勿拿冒事不满当勇敢,是一份脚踏实地的拼实,丰富而不肤浅,甜淡而不过躁,理性而不盲愁,傲骨但不傲气,庄重但不冷漠,随和但不随便,幽默但不无赖,忠言但不重伤, 上进大波汗度,把心放平,把事看待,便觉生活处处阳光处处春,出生在水龙年份的朋友,他们天生比较精明灵活,为人处置什么十分在行,以往的梅运坏事通通消散开来,身边将会出现贵人的相助,运势已由岔转变位旺盛,不时他们还会遇到方横财的时候,未来他们可谓是后福不断,福禄兽,养人都会占有, 生活也是洋溢着幸福的味道,感情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,事事也是顺利无比,生肖龙的人心平气和,滋味敏捷,比大多数人都聪明,九月下旬几集心照耀,届时可谓是福星要命幸运无比,正才偏才期望,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,即将迎来行于大半身, 另外属龙的他们,未来四个月应该多参加商业上的聚会,皆是贵人,同时应当注意,要懂得整理及利用好自己的资源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天天笑容挂脸上,属香龙奉才新往十月份最旺财,属香龙贵人运会比较旺, 特别是一性贵人运好,这个月能够说是属香龙正财,望天财多的一个月份,他们是财神为虎,就算是穷虎,也变身土豪宁,射中带有财气财气,福报深沉,命运上加,属龙人还会有监狱,桃花盛开,单身者容易收获美满爱情,恋爱者叹进婚姻殿堂,结婚者容易好运,财月,小吉, 本周财运大好,官运会使你的政策锦上添花,此段时间适合与政府合作项目,会很容易操作成功,也一定会实现大的盈利,寻找与政府合作的机会,事业,中平,本周你的做事方式上要彻底的改变,不然会困难重重,突破不了事业瓶颈,尤其要在管理上努力而为,爱情,小吉, 本周感情上桃花正好,依性缘较佳,单身人师可趁此机会多与依性交往沟通,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些,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的朋友,人缘,小吉,本周我们不妨转移世界, 介于时间多跟同事朋友聚聚出去游乐一下,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好处多多,对重要朋友的情缘发展,也是很有利的, 祝愿鼠龙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鼠龙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 吉祥如意,招策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